這根本就是鹹的鴨血 而且根本沒有辣 我覺得它的份量真的超級無敵大 有自己獨特的香味 在外面很少見的那種麻辣味 哈囉我是阿寬 哈囉大家好 六一 我是雙酸 今天呢我們要準備 非常多的台中美食喔 那裡面的種類呢 其實有包含火鍋 還有早午餐 飲料店還有一些餐廳 因為呢我們其實已經查過 他們這些評價呢 其實都還不錯喔 沒錯 那我們今天也會試著爭取 看看有沒有我們觀眾截圖的優惠 希望可以啦 出發 走吧 好那這個是老玩劑他們的菜單 他們價格呢 最便宜的就是149塊錢 其實呢你花149塊錢 就可以想要他們這裡自助辦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而且環境又很好欸 然後如果你覺得 149元的肉不夠 你可以再加30元 肉量就可以再增加 自助辦的話有分 爆米花 飲料 冰淇淋 白飯 都是無限讓你吃到飽的 我想要做老灣特製辣沙茶 因為呢聽說他們這裡的辣沙茶 就是還蠻厲害的 首先呢我前面這個叫做 加傳麻辣牛肉鍋 價錢是189塊錢 格力蝦蝦鍋 上面是199元 這叫做炸干貝 然後這個是炸豆腐 麻辣鴨鞋 金多蝦 一條龍 它這兩個呢其實比較便宜是138元 就你點一鍋可以點一樣東西 那最後一個這個叫做獨家的厚切竹 這樣一份是60塊錢 滿220元就可以送你肉盤或是青菜 就是他們每次的活動不太一樣 但我們剛好我確定過了 他說這些呢吃不完是可以外帶的 對我們等一下就是決定把這三個外帶 然後回去晚上再繼續吃 沒錯 那不免時呢 讓六一來為大家吃一下湯頭好了 它的辣度是有的 就是尾筋會有點辣辣的 但是一開始喝進去的時候是很香 有自己獨特的香味 在外面很少見的那種麻辣味 然後我剛才有吃這個豆腐 它的外面呢就是脆脆的 吃起來有點像是臭豆腐的那種口感 需要再自己做調味 因為它本身是沒什麼味道 我們有撒一點胡椒啦 干貝食物的話 其實安芳他本身就是常在吃干貝 他會自己買干貝回家烤啊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我烤得那麼猛耶 它的鴨鞋我覺得其實還蠻大塊的 而且是有五塊喔 因為我去外面吃其他的麻辣鴨鞋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鹹的鴨鞋 而且根本沒有辣 但它這個就是讓我心苦口 它裡面的蛤蜊也是會那種噴汁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整個湯頭 因為它的底下蠻多菜的 所以它的湯頭喝起來是有點蔬菜的甜 然後加上一點點的那個海味 然後它的其他的料其實都是因為有那個蔬菜湯的基底 然後所以它的料都會變得蠻甘甜的 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我們有個策略 就是我們要先把這裡的料吃完 然後把火鍋都煮在我這鍋 因為我覺得六月那鍋味道太重 會把那個海鮮的味道蓋過去 你想要把我的海鮮全部縮花去你那裡是嗎 沒有是阻礙我這裡一起吃比較好吃 是嗎 我等一下吃的時候會不會全部都沒了 吃幾隻耶好扯喔 真的好很多 煮開之後我再把龍蝦丟進去 那我的湯就會變得很好喝 那我覺得它的辣味沙茶呢 可以再辣一點點 一定是你的口味太重了 對也是也是 剛才呢我忘了看說它冰淨有什麼口味 跟我說有藕啊還有香草 我拿回來這名字不是藕啊 大家只要憑我我們的捷徒 來這家老玩劑呢 它就會送你麻辣鴨血一份 這麻辣鴨血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它是可以搭配店內活動使用的啊 對 滿220元可以送豬肉或是青菜 然後你是一樣可以出師我們截圖 就可以獲得麻辣鴨血 最便宜的只要149塊錢 你就可以一直吃它這裡的爆米花 飲料冰淇淋還有白飯 我覺得超級佛心 好那我們準備要去下一家囉 OKOK走吧 好那這個是歡喜搶早食的菜單 非常多鹽捲捲的口味 半夜之後呢這有他們的點心 聽說他們肉桂捲非常的強哦 這邊呢就是他們的麵線 還有飯丸子系列 飲料的話呢有分熱的啊 然後還有咖啡系列 那現在六一吃的這碗呢 叫做鹽酥菇菇的麵線紅了 那這樣一碗呢其實它有在單賣 這樣就是60塊 點六一這個set呢就是再加一個鹽酥菇 這樣的話呢是70元 我覺得它的份量真的超級無敵大 我剛剛還想說這大概目測120左右 結果就看菜單 欸才60 它的口味還蠻濃郁的 是這種清澈的湯 我說的清澈不是指顏色很清澈 是他們的勾芡感沒那麼重啊 對上面也像有一層那個香油 我覺得那個香油味很香 它吃起來的素味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低的 哦你講到一個關鍵字了 怎樣 素味 因為它這家呢其實都是賣很多素食啊 素食的一個食物這樣子 其實它不會太酸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點小小的酸度 然後還有一點點辣辣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微辣 但那個辣就是點綴而已 對都是還可以接受的那種味道 這個味道我可以耶 四康的話呢它總共有三種口味 每個圖案都代表說是不同的口味這樣子 它的四康呢你就咬一咬之後 它的那個茶香味會一直散發出來 那你那邊呢叫做麵茶鮮奶茶 我剛剛其實偷喝了一口 我覺得它的顆粒感覺很重 就是麵茶的那個粉粉味 而且它是鮮奶茶哦 喝進去會讓你覺得非常非常的順 它的麵茶是你最後講話講出來的味道 全部都是麵茶味 麵茶香 對我覺得這個好喝耶很特別 結果要換我吃之前呢 老闆就送來這個肉桂捲 我們也有假點的 這個是75塊錢 它本身那種肉桂味啊不會說太重 很入門的人都是凡吃的口味 乳酪的味道大於它的肉桂 一開始的時候 沒錯 但是你慢慢咀嚼之後 肉桂香才跑出來 而且呢你是很明顯感受出 它裡面的肉桂捲的麵包 它是有濕度的 就是吃起來不會讓你覺得喉嚨很乾 下次來自家店的話 可能就是點一個主餐 然後配個肉桂捲慢慢吃這樣子 你現在要吃的呢 叫做泰式打拋豬捲捲 它的價錢呢是80塊錢 另外呢阿寬還有這個飲料 價錢呢是90元 它叫做酥戀泡泡 這個飲料等一下再介紹 我覺得它的背後的故事滿厲害的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打拋豬 一開始咬去有那個 很像木樹芽的感覺 然後它上面的打拋豬 吃起來我覺得滿辣的 而且呢大家還記得嗎 它這個是一家素食素食店 該不會它是素食吧 吃不出來耶 因為上面通常都是那種肉末啊 以一般葷食來說 就這樣它是使用豆腐 然後還有一點九層塔味 我完全吃不出來 而且它好像比原本的打拋豬好吃 我覺得那個豆腐本身發出來的味道 會比肉再好吃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個麵包好吃耶 你咬下去很容易就被你吞下去那種 這個味道好重 很給鍋 我很喜歡耶 來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故事 他說這個是粗戀泡泡 就是他說這個喝起來是有點粗戀的味道 但我在意的不是這個 老闆娘後來補了一句 他說這個有點像是天然的可樂 因為他就給我了一個這個 這個杯子 然後再另外附給我一個七套水 這樣是一個set 而且它的飲料很特別 本身呢是這種黑色做基底 沒錯 裡面的黑色是因為他們用的是客家大橘子的原料 他用了久蒸久賽的做法 就是很久的酒 曬了很久跟蒸了很久啦 對 好喝嗎 真的是可樂的既視感 但是它比可樂還要再酸 你可以很明顯喝得出來 那個是水果的酸 我覺得你去了解一個店的故事性 跟一個東西 它的背後意義的話 你會覺得還蠻OK的這樣子 這個是老闆娘的夥伴送給我們的 超可愛的 這家呢 你們只要憑我們的截圖 那就可以獲得司康一份 就是剛剛有兔子有熊跟狗狗的那個 貓 對不起 老闆娘請問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打卡的活動 時間大概是多久啊 一個月 現場問 5月5號到6月5號 影片發布的一個月好不好 好啊 好 謝謝 人真好 真的 我們每次都是這樣直接跟老闆 就是直接嗷 我們現在呢已經準備要去下一家了 但是剛剛在裡面聊得太開心了 聊滿久的 對啊 我們聊了兩個小時耶 對 後來發現他們這裡有一個餐廁 原因是因為 老闆娘她是專門在串聯市集的 然後市集內容主要是有 寵物友善啊 或者是環保 素食啊 或者是一些二度就位的婦女之類等等的 可以給大家一起逛一個好玩的地方 社團呢叫做玩在一起 大家可以去他們的粉專看一下喔 沒錯 那我們去下一家了 啊 走吧 飲料店到了 小城市 現在天氣真的超級熱 但我們發現我已經換了一件衣服了 因為我們實在持太保持 我們改天再來 隔日再戰 好啦 那我們現在這家飲料店呢 為什麼會來 因為他們有主打芒果系列的飲料 有三款 還蠻新奇的 所以我們進去看看 阿坤他點的這杯呢叫做芒果雪霜OLED 但是這樣子一杯呢是九十塊錢 我用出席罐了 我還有那種吸不起來的困擾耶 欸 它裡面其實還有加一些果料 對 它是有加那個芒果丁 對 還有茶凍 橘色的這裡 是他們自己的翡翠茶凍招牌 它很像還有另一款是上面有奶蓋的 它好像叫做嚴選芒果芝士 然後它一杯也是九十塊錢這樣子 每年就是最期待飲料店推出芒果系列的 但是我最期待的其實不是這杯 你別笑想 那是我的 我最期待的就是羊枝甘露 為什麼會喜歡羊枝甘露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的料 就是它會有那種紅柚 柚子 我很喜歡吃柚子 然後還有一些茶凍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顆粒感我很喜歡 哇 先喝 上面大概很像那個芒果冰 這個是你喜歡的 因為它的那個冰沙感很重 然後它的冰沙我覺得它打得特別的細 因為我們之前有喝過一些冰沙 它的顆粒太重了 喝一喝會覺得很頭痛 雖然我個人沒有喜歡喝野奶 也不喜歡吃柚子 但是我覺得它全部喝起來就是很好喝 它這一杯的口感 跟你剛才上一杯的口感是一樣的嗎 口感一樣 就是一樣都很綿密 但是它這杯就是一樣我剛剛說的 我覺得它料很多 因為它這杯其實喝起來 它就是把芒果冰灌輸在這杯裡面 但是這杯的話它就是裡面有的料比較多 所以它的口感的觸感會比較豐富的 我自己會喜歡這種感覺 好啦 那我們一樣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的截圖優惠 那我們這家的優惠呢 就是我們剛直接現場問老闆 然後老闆他們都很阿沙利 他們就直接說 如果是我們的人生啊然後截圖的話 一杯呢就是折十塊錢 所以養殖甘露原本八十五塊錢 就變七十五塊 很可以啊 直接折十塊折超多的耶 但是記得是我們這兩杯喔 我覺得這兩杯是我們認證超多的 而且這是季節限定 對 好我們現在來到樹太老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菜單 今天菜單在我印象中 我覺得好像有變一點點 因為我以前好像是用畫的 但是我那時候是很小的 但是我那時候是很小的 它簡單來說就是有 豚排系列啊 然後有蓋飯系列 烤物系列 還有烏龍麵系列 跟火鍋 欸有火鍋耶 好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選一下 然後等一下看我們點了什麼 再跟大家說 我以前沒有吃過這麼厲害的 阿尼的還有加起司 對啊我這裡有豬排 然後還有炸雞 這裡是飯 這是小菜 聽說他們的白飯和味噌湯都可以一直免費蓄的樣子 這個也可以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目前看起來很划算 它只要370塊錢 哇 它非常非常的厚耶 我看一下喔 拿我的手指頭筆 當然你的兩截啦 對啊我的兩截 然後裡面呢 餐茶的起司 去夾住它 哇哇哇哇哇哇 很脆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對它的豬排印象就是 它的外皮 會炸得非常的酥 但是它不會讓你覺得油膩 然後加上它裡面的豬排的肉 會有那種肉汁的感覺 大家有人在敲碗要看阿寬特輯耶 我要想一下 因為其實我自己這個人 平常如果我沒有拍片 我都是吃固定的東西 帶大家去吃 可能我早就帶過了 不知道 反正我們之後再企劃一下 它的炸雞也好吃 裡面也是有雞汁 這種炸法就是日式炸法 他說呢 你的炸物加一點胡椒粉會蠻好吃的 我怎麼可能會錯過這個東西咧 胡椒粉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對 那還有這個我們加購茶碗蒸 茶碗蒸加過價是39塊 對 因為茶碗蒸我覺得是日式料裡面 有點像是必須的 加完胡椒 完美 外面很脆 裡面肌肉很嫩 豬排的話還有加起司 所以那個味道是濃厚感 但是這個炸雞還是有一種滿足感 然後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的 我的真的超豐盛的 其實我的跟你的好像沒有差多少錢 先從我最有興趣的下手 炸蝦 哇好酥喔 通常我們去吃一些 蜘蛛吧的日本料理 它都是蝦子這樣一小節 但是它這個好像是 我裡面就有蝦子 我估計它前面還有一點點 而且我剛剛有自己就稍微想一下 假設我自己人現在在居酒屋 我點這樣子可能不只這個價錢 然後我要吃一個 我們之前去台北吃到的 薩姆利 好肥美喔 一樣是我吃進去的時候 外面的炸果皮咬破之後 你開始就吃到那個海味的 裡面的鮮味鮮汁 這就是懷念的味道 懷念的味道 我彷彿跟我爸爸一直出來 你幫我當你老爸 甜點也是套餐附的 我們這樣子一個套餐裡面 我再重複一次 有飯有湯有菜 然後小菜吃到飽 飯也吃到飽 最後還有甜點還有飲料 這樣才三百出頭 這個甜點它叫做黑糖葛切 另一個就是冰淇淋間 是巧克力口味的 我剛剛吃那個葛切 它是有點像韓天金球 但是它是條狀的韓天金球 它長得非常的酷耶 你吃它是脆的 那在你吃的同時呢 我一樣先替大家總結一下 那我們首先第一家去的 就是老彎季嘛 自己個人的想法就是 CP值非常的高 飲料吧我覺得很棒耶 就是以這個價格的話 然後它那裡還有爆米花 爆米花你吃好幾杯好不好 對因為它的爆米花是 我以前小時候就是吃的那種 然後它上面會裹一顆甜甜的糖衣 然後它的最便宜的果物 也都是大概一兩百塊 對對對 現場都還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們那時候遇到就是送肉送菜 對啊對啊 那我們第二家進去的是歡喜場 就是那個素食的麵線 剛好那天拍的時候 老闆娘他有跟我們講一些 他們的背景故事 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把所有婦女協會 跟二次就業的那些婦女 全部集合起來 然後一起做一個很大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地方 讓我感到非常溫暖 然後他們的美食又特別好吃 然後它那裡的飲料 我也覺得蠻好喝的 我喝的是麵茶鮮奶茶 然後還有你天然的可樂 那我們就來到今天第一家飲料店 就是小城市 小城市的芒果飲料我覺得很推 因為它裡面的料很多 然後加上芒果的那種 果肉又很大顆 所以有吃起來 其實有一點飽足感的 它的甜度也是剛好 不會很死甜 然後它是加椰奶跟奶 那最後一家就是蘇太郎 蘇太郎的甜點 妳那還不錯吧 因為我想說它應該就是 像烏龍麵那種 應該會比較多人以為是米苔木 但它不是 它的口感完全是脆的 我覺得以後就可以來這裡 因為你會吃得很飽 那名單加一 對然後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分店 那今天就是我們大大吃台中四家的美食 嗯四家我都很推薦 對那有些店家會有那種截圖優惠 你們就不要再錯過了 沒錯 那因為蘇太郎我們也有要求 但是他們的集團實在是太大了 對 所以他們如果要截圖優惠 可能就是要 很難穿達啦 對就很大的工程 所以他們這邊就沒有 不過還是已經很便宜了 對對真的 對然後這裡其實有自己的活動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拜拜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後天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